喂喂喂喂不要再伤害别人了八爷 求求你冷静下来呀 快逃啊 停停停别打了 咱们去缠封村里看看你的伤口吧 故王在上刚才多亏了你 那只可怜的鸟罐龙前一秒还好好的 突然就像疯了一样 你看起来挺陌生的 是第一次来到缠封侠湾的海民吧 在我身后就是缠封村咯 里面还有很多你的海民同胞呢 这里说话不方便 不如一起去缠封村歇歇脚吧 寻找自己的妹妹 海民们通常都是来此谋求生计 你这里游还真是奇怪 呦是贝儿啊 又一个邋遢的海种还嫌不够乱吗 这位海民勇士刚刚在村口救了我一命 抱歉 朗卡婆婆说出那样的话得不是努力的 抱歉 这里的百姓对海民是有一些成见 只要有我在 他们就别想欺负你 来前面的山坡上找我吧 我们聊聊你失踪的妹妹 哦哈 瞧瞧我 一直忘了自我介绍 我叫贝儿 常圣者魔法师 请多指教 嘿 又来新朋友了 嗨 你来了 不如跟我说一下你妹妹的事吧 所以是被吸引脑袋的怪物从海岛上捉走了 不过你既然刚刚救了我一命 我的爷爷一定会帮助你的 他什么都知道 只不过 我其实是偷偷从朝圣者高地溜出来的 爷爷总是把我关禁闭 不让我随意离开另封城 现在我可不敢轻易回去 如果能够为禅风轻的百姓做点事 他们一定会为咱们说点好话的吧 那么决定了 就从刚刚遇到麻烦的商人Vick头开始吧 他的宠物八眼 似乎在刚刚的打斗中受了伤呢 不是认识路就问我吧 喂喂喂 八眼 你刚刚到底是怎么了呀 是你呀 解救了八眼的英雄 说起来有点难以启齿 如果有可以疗伤的美食就好了 然而 我听说村南的河边 有位远近闻名的猎人 想必他能够为八眼提供适合的食物吧 能不能麻烦你跑一趟呢 不认识路就问我吧 这又是哪儿来的海中 一边去 没看见我这忙着呢吗 喂喂 你过来 这位就是我刚刚提到的救命恩人啊 原来就是你对贝尔出手相助吗 喂 尼古拉 对客人放尊重一点啊 我可是信誓旦旦保证过人家的安全的 好吧 看在贝尔的面子上 我 尼古拉 猎团大使 为你消灭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呀 哦 哈哈 哎 毛毛 不许抢 真是尴尬啊 小家伙居然还没吃饱 看来还得再给他弄点儿 身为猎团大使的我呢 自然不会被这种小事情难倒了 这里的河岸附近 有很多霞湾摇鱼 而鸟灌龙最喜欢 或许就在 公公啊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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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YAH! 别跑啊 这么快就回来了 可恶 你过来又在搞什么乌龙 那个多实在对不起 你走之后 我也捕猎了几只瑶鱼给毛毛冲击 这里的瑶鱼都被污染了 肉里面有脏东西 毛毛吃下去之后上吐下鲜 变成这个样子 我亲眼看到有几只瑶鱼 就像八眼一样 眼睛冒着邪 这是何等恶毒的诅咒 这些被诅咒的生物远比野生的强大 海中 不 勇士 毛毛状 先是八眼 接着是梅 没完奶 你就是 哦 哦 贝儿已经跟我提到过了 红 这青球 已经和没有 哦 是 是的 穿山兽 好多 好可怕 这位是在矿场工作的山大 山大 你冷静一点啊 怕 害怕 帮忙 帮帮忙 帮帮忙 不认识 不认识 就问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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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认识 就问我吧 就像我刚刚说的 是时候发挥我身为猎团大使的作用了 那么 一名猎团的成员 最与众不同的就是 拥有与自己协同战斗的宠物 现在 就将驯服野兽为宠物的方法 交给你吧 每一位猎团的猎人 身上都会携带一种 具有安抚野兽能力的神奇石头 我们叫它 驯宠石 据说第一猎人分类可 此时 嘿嘿嘿 通常呢 瞧 瞧瞧这只猎团 我在陈丰村附近捡到它的时候 它才只有拳头那么大 和它生活在北山矿场的同伴相比 这小家伙 具有一颗强大的好奇心 所以 我给它起名叫 算了 既然已经决定将它交给你来抚养 之后就由你来为它起名字吧 这是猎人的荣誉 那 拿好这块驯宠石 朝它丢过去 用一段友善的舞蹈征服它 和这些抹养洩 哦对了 没闻奶奶的委托没有忘记吧 北山矿场在此地西北面很是遥远 吃不宜吃 赶快出发吧